打扫时间结束 学生返回教室 台北市育成国小学务主任张柏川 则走到学校一处角落整理 这个衣架上挂的都是学生掉落的衣物 有制服、运动服还有便服 数量不少 比较常出现的地方是运动场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运动完之后 很热就会把制服脱起来 甚至说上游泳课上完的时候 把衣服只有忘记放进袋子里面 因为放在游泳池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统一拿到学校这边来放 基本上会有分成两区 一区就是所谓的制服 一区就是所谓的便服 我们会依照制服上面的名牌 同时学生来认领 至于没有名牌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会上网公告 我们有贴在学校的网站上面 然后也有跟班级的老师贴LINE的群组 跟他们通知说有这些衣服 那请他们来认领 看看是不是有班上小朋友不见了 由于有些衣服状况还不错 在经过一段时间没人认领后 校方会采取两种方式处理 让衣服继续发挥作用 帮助有需要的人 一个学年以上都没有人来认领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好的衣服把它挑出来 然后整理完之后变成备用的衣服 像有些学生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弄脏裤子或者是衣服 或者是因为受伤 然后让衣服脏掉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使用备用的衣服 来让学生做使用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会把比较好的衣服挑出来 因为备用如果太多的话 我们会利用像运动会或者是才艺表演 把它放到穿堂上 让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做自由的取用 等于是说把这些所谓的没有用到的衣服 做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回馈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事务招领处 除了衣物外 雨伞 水壶 文具等 也常常出现在事务招领处 甚至还有价值较高的手表 校方在认领程序上也更加谨慎 掉在游泳池 什么会掉 就是我游泳玩在更衣室 换完衣服的时候忘记拿回家 后来在哪里找到 后来在更衣室的那个长椅里面拿到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剪到比较多的是手表的部分 那手表的部分我们就会在里面 收在里面就不会放在所谓的事务招领处 那在领取的时候也是一样会问小朋友 这个表的外观 颜色 甚至是说如果你有所谓的绑定蓝牙 或者是账号 你只要开启 因为现在小朋友也有手机 你开启之后你可以证明说 或者是里面有照片 那可以证明这个手表是你的 你就可以领回去 那当然我们也会签一个领去这样子 以免说他领错了 或者是有误领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可以把他追回来 经常参加学校活动的台北市议员陈佑成 也呼吁台北市教育局方面 应该订定一套SOP 协助学校处理无人认领的校园遗事物 因为没有一个相关办法的话 这样的遗事物 未来哪一天变成废弃物 其实也很可惜 那应该有一个相关的规则 让他可以转换给需要的人 那也可以更有效率的找到他的主人 所以在经过我们质询以后 教育局也订列相关办法 让全台北市的国中高职学校 公立学校有一个参考的基准 那至少让这些遗事户 可以成为遗事的美好 那也可以找到他下一个主人 也蛮符合现在不断要推的ESG的精神 台北市教育局方面表示 已经发含请各校订定遗事物处理规范 参考北捷的做法 以公益且有效益的方式处理 让这些遗事物有机会继续发挥他的美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